好奇号和毅力号最近的火星没有闲着 他们都发现了什么呢 NASA发现有证据表明 好奇号现在行驶的区域曾经有一条河流并且流速很快 它拍摄了火星水流形成的火星鹅卵石 这些图像由好奇号的桅杆相机拍摄于大峰陨石坑 科学家正在研究结成块状的岩石层 这些石头的大小和形状能为水流速度提供线索 从鹅卵石的大小来看 科学家计算出这条火星河流的流速大约为每秒0.9米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在火星上看到水流侵蚀出来的鹅卵石 岩层中的圆形石头可能是被水流长距离冲刷过来的 通过名为和平谷的渠道进入冲刷扇形区域 它们不是被风吹来的 而是被水流冲刷过来的 2021年5月10日 伊犁号火星车向岩石发射激光 以了解其化学结构 那些未知的银色小球或水滴就是激光轰击的产物 伊犁号上的超级摄像头 使用照相机、激光和光谱仪检测岩石和土壤 以寻找可能与古代火星有关的有机化合物 它可以在7米以内识别出铅笔尖大小目标物质的化学和矿物组成 超级摄像头的激光束具有远程清洁岩石表面灰尘的能力 从而使所有仪器都能清晰的看到目标 激光照射的高温会导致岩石中的几种成分融化 其中主要是铁 这可能是由古代火星的微生物产生的 5月11日 NASA发布了火星杰州罗陨石坑的最新图像 这里很久以前是个大湖 并且伊犁号所处的位置是大湖三角洲地带 伊犁号先用机械壁上的研磨机将岩石表面清理干净 然后使用X射线分析仪和夏洛克分析仪 收集更详细的化学和矿物学信息 NASA试图对岩石样品进行定年 并将在任务后期收集样品 这些岩石样品可能保留有古代微生物的记录 我是黑科技在身边 将持续更新好奇号伊犁号在火星的任务进展情况 以及最新的宇宙发现 喜欢宇宙及科普的朋友请关注我